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 树上 水中 处处皆是 将近3500多品种 个个都是天生杀手 今天小编将向你介绍6种拥有奇特又惊人能力的蛇类 猪笔蛇 猪笔蛇主要分布在北美洲 它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 一是这种蛇的壁纸有点像猪笔 还有它的嘴唇朝上 它是一种小型的蛇类 本身的毒性也非常的小 因为猪笔蛇个性温逊 几乎没有攻击性 它的毒性也只能麻醉一些小动物 不足以影响人类 由于观赏价值比较高 所以一般的作为家养宠物去饲养 它还是一种善于专食的蛇类 素有专食老手之称 当它遇到危险或惊吓的时候 它会把头颈部变扁 就像眼镜蛇一样 摆出一副想攻击人的模样 攻击时会发出很响的嘶嘶声 但是不敢咬人 若恐吓失败 猪笔蛇就会使出它的毒温绝招 则是不断翻转 扭摆 张口吐蛇 腹部朝天 一动不动的装死 这样躲避敌人 说到这里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搞笑 作为一种毒蛇 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不采取攻击反而装死 根本有失毒蛇的威名啊 哈哈哈哈 但是 跟生命比起来 面子什么都不值一提 你们说对吗 不知道多少人 被它这逼真的演技骗到过 堪称蛇界影帝啊 非洲食卵蛇 食卵蛇不含毒性 主要分布于非洲大陆 并聚居森林地带 是一种小型的蛇 体长不到一米 虽然它体型不大 但却能吞下比它头部大三倍的鸟卵 它是众多蛇类中 少有以卵为食的蛇 而且 它们只食用配胎 就是尚未发育的硬核卵 它们的进食方式相当特殊 在吞食鸟卵前 会做一个滑稽的动作 把头部和颈部 挽在鸟卵上靠一下 再来 它张合挤下嘴巴 松弛一下肌肉 就准备进食了 一般需要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 才能把蛋吞进口中 食卵蛇拥有特化的脊椎骨 用以捣碎蛋壳 紧接着通过喉颈部肌肉的反复蠕动和挤压 让蛋黄和蛋清流入胃中 最后把蛋壳吐掉 这就是它们的进食方式 还有 食卵蛇在被受惊下的时候 会表现出特殊的防御动作 据说这种不断摩擦移动身体的防御行为 是在模仿巨灵魁 触角水蛇 这是东南亚一种奇特的水蛇 也被称作为钓鱼蛇 听名字你就知道 这种蛇掌握着高潮的捕鱼技巧 你会发现它拥有独特的身体结构 就是齐口鼻部的肉质真生物 触角 据研究发现 这独特的触角是一种猎物探测系统 每当它要捕食鱼蛇的时候 触角水蛇的身体便会呈现出绝形结构的忽略知识 只要鱼蛇进入到它触角能探测的范围 它就能精确判断出鱼蛇逃跑的位置 然后精心设下埋伏圈 捕食过程仅仅只有百分之几秒 人的肉眼很难观察得清楚 这种劣食方式 感觉就像是鱼蛇制红螺网 它的触角还有另一种能力 就是在光线不足的环境中 通过它的触角 就算在黑暗的条件下 它也能捕捉鱼类 还有 触角水蛇的猎食能力是天生的行为 并非后天学习出来的 在蛇类中是十分特殊的例子 诸伟尼角魁 这是一种仅在伊朗西部沙漠发现的奇特性物种 因为太过于稀少 直到2006年才被确认的 诸伟尼角魁 通常棲息于石高质的丘陵和高地上 身上鳞片多皱出皂 体色灰白和当地环境相近 它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隐身高手 但是这不是它最奇特的地方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这条蛇的尾部竟然长有像蜘蛛的特征 诸伟尼角魁 平时捕食主要靠的就是这条尾巴 它可以利用尾部模拟出蜘蛛一样的动作 很多猎物都会被它移甲乱针 中了它的圈套 这种力量之强大 让人类都有点难以置信 在我们认识的蛇类里 大多数的毒蛇都是通过张嘴 咬下并注射毒液 这一套模式来攻击猎物的 但是 血魁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品种 它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尖牙是显露在外面的 而不是包在嘴巴里 这就导致它攻击的时候 甚至不需要完全咬住对方 它只要将尖牙刺到猎物 毒液就会蹭到对方身上 血魁拥有强烈的毒性 不过毒素分泌量并不多 虽然不足以杀死人类 但它可以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组织坏死 不过自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类被血魁咬及致死的记录 这些奇怪又稀有的蛇类 有惊艳到你吗? 感谢你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按赞分享 谢谢 谢谢